早前殷卷入前政務司司長許氏仁巨貪案 被裁定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判囚5年的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剛申請保釋 他星期一由囚車押送到高等法院 郭炳剛未有穿上囚衣 他身穿細裝面毛表情扣上手扣 郭炳剛的兒子郭基輝也有道庭旁聽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有甚麼事事要講的 辛苦你了 郭炳剛的弟弟郭炳聯之後也到庭 不過未有回應記者提問 NTV網站電視新聞台報導